除了吃睡就是开车都疯去寻找灵感 这通名叫毕加索小猪可谓是人生赢家 别急着嫉妒才四周大的毕加索 被主人乔安妮从一个猪农场揪出来后 偶然间发现了他的艺术天赋 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只绘画画的猪 如今每幅画作最高售价可达2000美元 现在看到的是一条有味道的视频 近日在美国举行的全美抽鞋大赛 圆满罗布参赛的七位选手 凭借无与伦比的触角过关斩架一路进入决赛 为了让自己的鞋子抽出新境界 每位选手都使出了自己的独门秘技 最终一名12岁的小男孩凭借拉眼睛的抽鞋 KO掉所有对手赢得了比赛 过来一名小宝宝刚开始学走路 可能是因为衣服颜色和走路姿势的原因 被一群大鸭子误以为是自己的同类 纷纷跟在身后一步一趋地走着 声势十分浩大 远远看似就像是一个由鸭子组成的军团了 网友们纷纷表示 像鸭鸭势力低头 战斗民族一家商场的停车场里 男司机在行驶过程中突然转弯 跟在身后的女司机决定给他一个教训 这位俄罗斯最强女汉子科舍猎娃 大不下车把她从驾驶座中拖出 强行扛上肩头塞进后备箱里 整套动作一齐呵成 让男司机毫无反抗之力 突然觉得这名男司机也是蛮可怜的呢 下面一条视频特别是富有节奏感 让人不由自主跟着抖腿 原来是一名男子淡定驾驶着 胎压不稳的三轮车照耀过势 车轮化身棉花糖 在路面上一弹一弹的 就像驾驶着跳跳车一样 连见读诡广交警都在一旁看的木灯口袋 这可真是活酒间 啊!啊!啊! 啊! 嗯嗯ung 嗯 嗯